明天就是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的日子 很多澳门居民也表达了他们对澳门对祖国的感情 我们一起去听一听他们都怎么说 用一个词来形容澳门的话 您会用什么词呢 赢 赢啊 对对对 您觉得赢在哪个方面呀 赢在各个方面嘛 违规前后违规后整个市面上的真神面貌 完完全全不一样的 就想说的就是沉淀这个词 澳门这么多年来就是沉淀下来 形成澳门本身非常之特别的一个特色 来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澳门现在是繁明稳定 还有个个都很满意澳门 尤其是我们的长者 那个福利是相当之好的 但是呢就希望政府和中央是继续支持我们澳门 给我感受最深这个城市呢就是非常有活力 这种活力体现了经济各产业 特别是近年来我觉得在澳门会展业呀 它的文创行业这些方面更是有一个蓬勃的发展 我觉得更有很多新的题材可以落户在澳门 以及连接澳门的这些经济带到大湾区去融合 我们现在其实那个15年的免费教育 其实很多人都会知道 那就是除了这一点之外 教兴局也会给我们非常多一些出外比赛 或者出外交流的一个机会 然后这个其实我觉得对中学生来说其实是挺重要的 因为它可以开会我们的眼界 然后也是让我们知道其实外面在发生些什么事 我们看到大湾区发展 跟澳门未来的工作发展进制都有很好 我希望澳门的年轻人跟大湾区的年轻人一起工作 一起去聘 我希望澳门的教育跟内地可以融合在一起 更多的交流这样子我们的下一代会更美好 澳门毛终以雷 祝祖国跟澳门越来越好 澳门越来越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